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管毅 来看新闻 11月30号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大笑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已经开始对其电磁弹射系统 进行近载发射测试 为近期将要进行的海事做准备 对此 吴谦表示 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目前正在开展细薄试验 后续将按计划 稳步推进建设项目 另外 在记者会上 东南卫视记者 针对涉台相关议题 进行了提问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赖清德肖美琴 一方面是大肆炒作 所谓大陆未来数年 没有攻台计划 声称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那么另一方面 又不断加强与美国军事 勾连 叫嚣强化自身实力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是中国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 以美谋独注定徒劳 以武谋独死路一条 无论谁想把台湾 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都绝不答应 绝不手软 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对台提供无偿军援 近期录去实施 过去半个月 最新一波军援 包括8万套美军现役战斗各装 1000艇M240B排用机枪 美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 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 还要求加速向台湾出售鱼叉导弹 等武器装备 对此吴谦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要求美方言行一致 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近日有台媒报道 台计划采购六艘美军退役的滨海战斗舰 规划建造六座暗置鱼叉导弹阵地 与九座暗置雄风导弹阵地 并将购买1485架微型无人机 强化所谓城镇防卫作战 对此吴谦表示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正在把台湾变成武器库炸药岛 这是在将台湾推入灾难的深渊 必将给台湾民众带来巨大的祸害 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想靠几件美制武器是根本靠不住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兵落马 严阵以待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把视线转向岛内 台湾九大工商团体邀请三组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畅谈经济政策 11月30号下午落幕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 对三组参选人进行评价 他说民进党的赖清德 在两岸与能源政策都要加强 党内九大工商团体27号起 邀请蓝绿白三党2024参选人 进行经济发展对话 赖清德11月30号下午出席对话会 接受台湾工商企业界的提问 在两岸问题上 赖清德旺称 完全接受大陆的主张 不可能给台湾带来永远的和平 而对于外界关注的能源转型议题 赖清德则声称 2025非核家园并不是在核电厂 可以运转的时候刻意中止 而是在2025年核三厂的最后一个机组 运转期限到期才会定出政策 不过赖清德当天的回答 并没有让台湾的工商界满意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直言 大家对于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能源政策 特别是未来 是否能够稳定供电都很质疑 这两方面都是赖清德要加强的 而谈到侯友宜 许舒博说 侯友宜该讲的都有讲 该说明的也都有说明 企业界的反应是 觉得他了解到困境 对未来发展也很明确 所以这是我们对赖清德担忧的原因 他以前说我就是一个台湾工作者 而且我在任何位置上都不会改变 我是反对 因为你可以给台湾带来灾难 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 副职领导人参选人赵绍康 因为没有请辞台湾中广董事长 以及总经理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已发函 要求台湾中广集团说明 对此赵绍康表示 一切依法候选人并不需要请辞 赵绍康先生不只是中广的董事长 他还有一个身份 他是兼任总经理 最主要是他是直接经营中广的人士 请假中广董事长跟总经理 所以其实中广的活动我都不参加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活动很特别 不一样 我们跟什么公事什么都不一样 大家搞清楚 我们的法律只规定 党职公职不可以担任电台的董事 但是并没有说候选人不可以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紧盯赵绍康的台湾中广董事长身份 不过该单位最近也因为台湾中加股权问题被外界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媒三立集团被怀疑透过转投资控股公司 控制有线电视集团中加股权达27% 逾越媒体垄断红线 台湾民众党金明代秋晨远30号批评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仅要求三立限期改正 显然这是对垄断消极放任 无疑是变相鼓励违法 比较之下格外讽刺 也充分展现看颜色办事的政治本质 自担任侯友宜副手以来 赵绍康就饱受绿营攻击 侯友宜日前曾说 若当选 愿意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责 让给赵绍康参与 赖清德就酸说 要侯友宜别当傀儡 有助性的人一定会用 有能力的人 不像大家彼此之间 有能力不互相信任 逗来逗去也没有多大意义 侯友宜怎么是会当傀儡的人呢 当然不是嘛 乱扯什么东西 鬼扯 侯友宜冷静已对 但赵绍康大力回击 绿营方面就再攻击说 赵绍康的特质就是偏击投击向斗击 我等于是侯友宜的赵子龙 赵子龙是去厮杀的 有没有 去这个战场上打胜仗的 我等于是侯友宜的先锋部队 赵子龙帮他来清理战场 自闭长山赵子龙 赵绍康展现出战斗篮的战力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11月30号召开记者会 通过影片的方式公布了赖清德团队的桃花榜 批评民进党近来爆发多起骇人听闻的性丑闻 但赖清德却完全避而不谈 朋友宜团队发布影片 批评赖清德团队的桃色丑闻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哲恩表示 民进党过去标榜性别平权 对于性骚扰更是强力谴责 然而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团队身上时 却发现标准完全不一样 柯哲恩强调 虽然这些事牵涉到个人的私德 但这些私德背后所代表的意涵是 当握有权势的时候 往往会滥用 民众会担忧 未来赖清德如果施政 到底值不值得相信 对于赖清德所标榜的美德 而且你还信誓旦旦的告诉我 品德是你们最高的一个指标 但是面对我们所调列的 这个四个步骤里面 还有代序的这些人 你真的要很清楚地告诉我 你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回应 总共有十个人就在这个手摆上 那我们的影片呢 它的结尾是所谓的未完代序 现场侯友宜静办新闻组 副照级人钱振宇 还用俄罗斯套娃的方式 揭开民进党的桃色丑闻 这个最大Kan的 最大Kan的就是赖清德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这里面是可以打开的 那它可以装得下 这几个全部可以装进去 钱振宇说 包括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郑文灿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总赵柯建明 民代罗志正 王定宇 赵天林等人 都有性丑闻 而除了当天所列出的 十位人物 还有很多没上榜的案例 未来也将发布影片 一一让民众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党 现任部分区民代 有着星光公主之称的吴新颖 日前登记为台湾民众党 2024台湾地区 复制领导人参选人 然而曾有美国籍的吴新颖 是否已放弃美国籍 成为选战关注焦点 根据台媒资料 吴新颖现年45岁 为台湾地区知名企业 新光集团创始人的长孙女 被外界称作新光公主 目前吴新颖担任民众党 不分区民代 同时在新光集团担任多职 而台湾民众党 日前也推出 由党主席柯文哲 与吴新颖组成的柯营配 角逐2024 但如今外界质疑 吴新颖仍然具有美国国籍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而且这跟选举完全无关 那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毕竟会在台湾伸根落脚 这不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 面对媒体的提问 吴新颖本想轻轻带过 然而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 民代或其他公职人员 必须在就职前取得放弃 外国国籍的证明文书 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副手 需在登记成为候选人之前 就必须取得放弃外国国籍的证明 因此蓝绿民代都呼吁 吴新颖应该拿出放弃 美国国籍的文件来适宜 毕竟这是法规 对于参选公职人员的最基本要求 也攸关柯文哲能不能继续选下去 这是法律问题 这不是政治问题 自我举证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所以民众党不要再闪躲这个问题 由于吴新颖是台湾民众党 现任不分区民代 因此柯文哲认为 吴新颖不会有问题 他就是现任立法委员 那如果有美国局 怎么可能当现任的立法委员 那早就出问题了 立法委员一般不会去查证 就是相信 相信了这个委员 针对吴新颖是否仍具有 美国国籍的争议 台选务部门表示 已经发函给台外事部门协助查证 之后将召开会议 审定候选人名单 12月5号会有答案 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 还剩半年时间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针对蔡英文施政下发生的争议事件 进行盘点 整理出十大高明院的事件 其中让台湾民众最不满的是 开放还有莱克多巴案的 美国猪肉进口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针对2020至2023年发生的 争议事件进行盘点 整理出民进党当局 高声量民怨事件的前十名 其中负面讨论声量最高的是 开放含有莱克多巴案的 美国猪肉进口 第二名是新冠疫苗采购 与高端疫苗争议 第三名则是 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 论文抄袭事件 其次依次为 缺蛋与进口鸡蛋争议 台海和平与战争 513大停电与能源议题 居住正义 中天电视关台事件 东南亚诈骗案 以及新竹棒球场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直言 这些高民怨议题 注定为民进党 在此次选举中投下变数 此外 针对台立法机构民态 在十大高声量民怨事件的 质询声量 在前15名当中 有10名是国民党籍民态 总声量最高的民态是 江启臣 第二名为赖世宝 第三名则是洪孟凯 其次依序为 郑立文 林维州 郑正前 王洪威 陈宇珍 值得注意的是 王洪威虽然是在2023年 刚补选上的民态 但在这期间表现亮眼 尤其在缺蛋议题 与进口鸡蛋争议 居住正义 台海和平与战争 此三大争议事件 都有亮眼的表现 仅一年时间就拿下第七名 离2024岛内大选投票日 仅40多天 国民党台湾地区 副职领导人参选人赵绍康 11月30号在节目中表示 侯康佩在2024岛内大选的 制胜关键就在于民心思辨 台面分析 由于蓝白整合最终破局 超过六成支持2024政党轮替的 主流声音 可能会在气宝效应中 被分散和稀释 由于绿营基本盘 大概维持在四成左右 赖金德与肖美琴 赖肖佩 只要巩固其传统支持者 便可能提高其胜算 基于此 在后续选战操作中 民进党势必会继续进行 意识形态动员 挑拨民粹 升高族群对立 加剧岛内社会撕裂 台湾中时新闻网今天发表 双读组合埋祸患 一中原则是出路的署名文章指出 赖金德为了在选战中 摆脱被动状态 一边淡化其 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标签 最大限度扩大基础支持 同时力争消除 美国方面的依赖论 数次调整其政治话术 诸如宣称 和平保台 没有台独路径 不排除两岸对话 然而另一边却不断重走 所谓抗中保台的老路 不断攻击抹黑大陆 渲染大陆威胁论 试图以升高两岸敌意螺旋的方式 来巩固绿营基本盘 赖金德的选战策略 显然具有高度欺骗性 不过却处处流露出其台独底色 而其搭档萧美琴 在制造两岸纷争方面 也是庆竹难输 他在担任所谓驻美代表时 不断加强与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勾连 在引入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事务中 扮演着极其负面的角色 如果这个双读组合胜选 其结果只会是获台害民 双读组合势必会在台湾两岸及区域 制造更多的事端与纷争 台海乃至区域的和平稳定 势必面临极大的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 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3含量会越来越少 不含高活性Omega-3 当属壁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座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智能B式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抢现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ic 3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 三瓶壁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还送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壁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领取 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组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 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好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玩 张鑫宇 梁洪 探索世界的脚步 从未停止 两个古老文明的诗歌 随风飞扬 足球少年的未来 正在孕育 战区的孩子们 放飞了风筝 也放飞了梦想 关于希望和快乐的故事 仍在每天上演 一口上好家 一路好心情 欢迎回到海峡舞报 继续来看新闻 11月30号 由全州台商投资区 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联合设置的 软载全州台商投资区 系列短视频全网首发仪式 继两岸招商推荐会 在福建省新闻发布厅举行 来自两岸的创业代表 台商台胞代表 参与了首发及推荐活动 活动现场由海博TV 直播海峡 进行了全程直播 软载全州台商投资区 系列短视频正式首发 他们跨越海峡 勇闯大陆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这种 两岸的医疗融合的一个示范区 如何在大陆的美食市场 占据一席之地 也是很大的挑战 我很感谢当初的选择 折一城而终朗 愈一人自白手 十集系列短视频 通过挖掘在全州台商投资区 创业就业的台商台胞台企代表 采用同一主题 多视角叙事的方式 让一个个人物更加生动鲜活 更具真情实感 也让我们看到台胞台商台青 寻梦追梦驻梦故事 背后的生命张力 这次来参加这个首发的部分 借由台胞在台商投资区的 一个生活的点点滴滴 来宣扬在整个祖国大陆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 让说了台胞在这边的发展 能够更有获得感 幸福感 正如台胞所说 在全州的亲身经历 愈发有幸福感 获得感 据悉 全州台商投资区 于2010年正式挂牌成立 现已打造两岸融合发展 与高新产业发展主阵地 为发展定位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 为更多落地 全州台商投资区的台商台胞 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投资 营商环境 站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起点上 我们真诚欢迎创新创业人才 到台商去来工作 让台胞们感受家的温暖 11月30号 2023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 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 在福建厦门国际会展中西举行 花卉展区设在福建漳州东南花都花博园 展会以两岸农情融合发展为主题 以展示展销为媒 促进两岸人员信息文化技术交流交往 来自高雄的王金都把自己种植的凤梨花 又名望来花带到两岸农博会的现场 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王金都从2000年来到大陆发展 从事农业种植 至今在湛江 南宁 海南都有自己的种植基地 此次王金都还特别带来了 自主研发培养的飞转基因木瓜 蜜桃百香果与当地民众分享 两岸交流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让台湾人了解大陆的市场 我们目前在福建张桌也设了一家分公司 我们正在找地来做一个投资 投资我们新的品种作为一个四万基地 带动农民振兴乡村 台湿乌龙茶 它的质量都跟台湾高山茶是一模一样 在博览会现场 特别设立了台湾农民创业园展区 在福建张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的 谢东庆是其中一位代表 27年前他来到永福种植高山茶 而后引进多品种樱花 如今已经成为了有名打卡地 让我们安心的在这边 这个串业立业 让我们也带动了当地的乡镇振兴 尤其是春节的话 我们樱花盛开的时候 一天都好几万人 现在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下一代年轻人 非常多的人 三代都在这边创业 谢东庆表示 近期公布的福建省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首批15条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台农带线上办理升级版 深化敏台相建相创合作 为台农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这也吸引了不少台农 次次特别组团前来 踊跃参加两岸农博会 这个对台商的这些农民的福利政策 做得这么好 将来来鼓励我们台湾的农民 尽量能到我们大陆来 因为大陆的这些发展的趋势 慢慢提高 有机会就来大陆发展 两岸同文同种 讲一样的语言 写一样的文字 而伴随着两岸的不断交流往来 现在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 说大陆用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最近有台湾老师发现 对于一些大陆用语 不少台湾学生用的还很习惯 要完成人生的终身大事 登记结婚要到哪里来办呢 一般来说是到护证事务所里头 实际上有高中老师听到学生的答案 竟然是到民政局去领证 让他感到有点惊讶 台湾老师分享教学经验 贴文里头提到 每次跟学生讲 不要太习惯写简体字 或是大陆用语 因为考试写得太顺手会忘记 不过提醒了还是没有用 已经不知道改过多少 贼好之类的 视频 然后麦克风好像也会讲到 另外一个用语 也还好就是习惯用语 就习惯讲什么就讲什么 像是影片与视频 品质与质量等词语 台湾学生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用得非常习惯 然后孩子们会跟我说 老师 这个人是个大腕 大陆说的大腕 在台湾原本的习惯用语 是重量级人物 当然还有更多的类似词汇 比如心理素质与抗压性 本科生与大学生 摄像机与摄影机 另外还有人声新高度 共通性跟沟通性出得来 那是最重要的 我要看整体的内涵 好不好 我不会介意他这样子写 但是我介意他表达出来的内涵 厚度够不够 岛内老师观察到 台湾的高中生追剧 用抖音频率更高 容易接受新东西 至于在课业方面 虽然考试时给分很主观 不过以语文的写作来说 只要文艺通畅 就没有太大问题 而对于这种现象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表示 现在台湾同胞 特别是年轻人 说大陆用语 吃大陆零食 看大陆影视剧 唱大陆歌曲 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随着两岸交流的恢复扩大 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化 台湾同胞对大陆的真情实况 有更多了解 会更愿意参与两岸交流 这是一种趋势 谁也阻挡不了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铁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3含量会越来越少 富含高国性Omega-3 当属壁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平 拨打电话领取 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平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度 每组三平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智能B式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前线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 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ic 3 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 三瓶壁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排送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壁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壁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组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好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玩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约方大会 11月30号在阿联酋迪拜开幕 本届大会以团结行动落实为主题 将完成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 评估协定实施进展 以及实现协定目标的整体差距 这将为各方提供加速转型创新 与强化合作的机会 本届大会还将讨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关键议题 并期待取得重要进展 当地时间11月30号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 再次进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工作 哈马斯释放了8名被扣押人员 以色列方面的释放名单上 共有30人 巴以双方11月30号同意 将加沙地带人道主义临时停火协议 延长一天 延长停火条件与先前一致 即哈马斯每天释放 至少10名被扣押人员 卡塔尔方面表示 各方正致力于达成永久停火协议 好了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了 我是管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